什么是一级战备状态 战争一触即发 中国曾六次进入一级战备 和平不忘拥军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 军队永远都是维护国家主权 必不可少的存在 如今中国 虽已四十多年没有参与战争 但回顾往昔 我们可以发现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向强大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过上好日子 是无数解放军战士 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他们让世界 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大 他们打伏打跑了那些 给予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才使得如今的中国 能够远离战争的苦海 但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谁也无法保证 永远都不会发生战争 而一旦我国遇到紧急情况 解放军为了保护国家主权 和人民安全 会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若到了战争一触即发之时 我国会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届时 中国全部军人都会被召回 部队里的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 也将随时待命赶赴战场 历史上 我国曾六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展现出了 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撼的实力 那么我国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呢 我国六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都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本期视频 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50年 我国第一次发出了一级战备指令 随后战争爆发 中国解放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狠狠打击了美帝的嚣张气焰 中国也凭此战役 向世界宣告 中华民族已经崛起 新中国已经不再是 可以任人欺负的对象了 从结果来看 中国这场仗打得漂亮 可是在解放军跨过鸭鲁江之前 我国中央高层 有很多人都反对出兵元朝 因为当时新中国 刚刚成立不久 国家百废待兴 急需建设 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实力很强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跟美国对抗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会阻碍到国家的发展 但目光长远的毛主席 坚定的认为 应当参战 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 损害极大 随后 中国宣布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出兵朝鲜 打出了解放军的鹦鹉 和中华民族的气魄 那么毛主席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才坚持认为 要出兵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是中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答案 1950年6月下旬 侵略朝鲜发动战争的美国 一度将炮火 打到了我国东北边境 美国的战机 更是不顾我国警告 频频威胁到了 我国的领土安全 所以美国打的仅仅是朝鲜吗 并不是 美帝圈的朝鲜的真实意图 更多的是为了遏制新中国的发展 而与中国相连的朝鲜 只是美帝想进一步侵略我国的跳板 拥有远大政治目光的毛主席 怎会看不穿美国的阴谋 当美军的轰炸机 袭击我国东北领土 伤害我国人民的时候 毛主席第一时间 就向美国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但美国却选择无视我国警告 继续实施着危害我国领土安全的恶行 此时 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尊严的挑战 更是国家安全的挑战 而当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受到威胁时 便是进入战备状态的时候 中国受到朝鲜政府的支援请求 准备出兵援朝时 便是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时候 而在中国解放军与美军交手之前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看好中国 美国拥有飞机 坦克等先进武器 其军事装备超出解放军一大截 中国怎么和美国打 可随后 我国解放军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全世界都为之感到了震撼 纵使美国的飞机坦克 再厉害又如何 还不是被解放军打回老家去了 中国虽然爱好和平 不愿主动挑起任何战争 但是在面临外敌的威胁时 中国军队不会退让半分 当真的有敌人逼得我国 不得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时 解放军势必会展现出 让世界都为之惊叹的实力 如果说1950年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那么1958年 中国第二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则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 1949年 蒋介石虽败退台湾 但是在美帝势力的支持下 蒋介石依旧在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 为此台湾当局和美国签订了 共同防御条约 该条约是一个非法的军事互助条约 可以帮助美军合法入侵台湾海峡 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领土安全 随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 开始不断往金门地区派遣驻兵 并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军事袭击 妄想进一步反攻大陆 同时美国还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制造两个中国 对45国领导人直接下达了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指令 在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中国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和退让的空间 而当中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时候 那些企图破坏中国主权 分裂中国的势力 将要面临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反击 1958年7月17日 台湾当局在美帝势力的帮助下 直接出动了飞机 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侦查挑衅 并狂言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台湾的海陆空军 皆进入了特别戒备的状态 并迅速展开了军事演习 直接对大陆沿海地区造成了军事威胁 至此 中国的忍耐已到了极限 我国领导人终于下令反击 中央军委立即指示解放军空军 地面炮兵展开行动 迅速封锁了金门地区 以及周围的海上航道 我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还不到10天 并集结了200多架战机和将近500门火炮 并以极其迅猛的势头 击毁了敌人多架战机 拿下了金门地区的制空权 随后到了8月23日 我国领导人做出了明确表示 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兵 蒋介石军队不从金门撤兵 那么中国捍卫主权的炮火就要打过去了 可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当局 显然都小看了中国的决心和实力 决意跟中国对抗到底 炮击金门作战于8月23日 必无可避地爆发了 接着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我国解放军凭借猛烈的炮火 击毙击伤敌军600余人 并沉重打击了敌军的一艘大型货轮 随后在8月24日和9月8日 我军右向金门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炮击 发射了数万发炮弹 打得美国军舰仓皇撤离 再一次打出了中国解放军的鹦鹉魄力 期间美国向台湾增派了430余下战机 60余艘舰艇 但并没能让局势发生变化 最后随着美军被打跑 中国解放军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美国有多么强大 世界有目共睹 但强弱美国也两次败给中国 解放军通过实力向世界宣告 中国主权不容任何势力侵犯 可是总有国家看不到教训 想要挑衅中国事实 1969年的苏联就是如此 这一年 为了应对苏联军队在珍宝岛挑起的战争 我国发出了第三次一级战备指令 打完美国又要打苏联 没错 即使美苏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但是在中国主权面临威胁的时候 解放军不会惧怕任何敌人 无论他们有多么强大 哪怕这个敌人是曾经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的苏联 在先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中苏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但随着斯大林去世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中苏的关系便随着意识形态产生冲突 逐渐有了恶化的趋势 随后赫鲁晓夫便仗着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 对中国进行施压 做出了多件危害中国主权的恶劣行径 例如1959年 苏联就曾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偏袒印度 同时苏联领导人还从中国撤回了所有支援专家 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正式开始交恶 此后苏联领导人便常把核弹挂在嘴边 企图通过威胁的方式逼中国做出让步 后来到了1964年 苏联的行为变得更加恶劣 苏联多次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 并主动制造事端 甚至挑起了军事冲突 面对苏联极其恶劣的挑衅行为 我国领导人多次发出严重警告 并做好了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准备 曾经面对美国的威胁时 中国选择了打 如今又面临苏联的威胁 中国自然也不会让步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指出 苏联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他早晚要侵略中国 中国必须时刻做好 跟苏联正面对抗的准备 接着到了1968年1月5日 苏联对我国进行了十分危险的侵略行径 苏联大批武装人员 潜入中国的七里沁岛地区 并残暴地打死我国渔民四人 打伤我国渔民九人 苏联此举已然可以被视为 企图挑剔战争的恶行 对此我国领导人向苏联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但苏联仗着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不仅忽视了我国的警告 其侵略恶行 甚至还变本加厉 于1969年3月2日 直接派苏联军队入侵了我国珍宝岛 主动打死打伤我国多名边防军人 至此 我国领导人实在是忍无可忍 下达了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指令 被迫打响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直到这个时候 苏联才明白 他们一直以来都引以为豪的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面对中国解放军时 根本无法占据优势地位 在苏联军队打响第一枪的时候 中国解放军 便以惊人的速度召集了起来 并投入了这场捍卫国家主权的激烈战斗 短短数日 我军便将入侵珍宝岛的苏军赶了出去 面对苏军多次猛烈进攻 我军都成功地用炮火守住了国土 挫败了苏军 最后我国解放军 揭灭了大半入侵珍宝岛的苏军 获得了这场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而中国解放军在守住领土 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的同时 又给那些对我国抱有敌意的敌人上了一课 中国已经是你们无法撼动的存在了 中国一共进入过六次一级战位状态 其前三次和第五次第六次进入一级战位状态 都是中国国家安全或者领土主权受到严重威胁时 我国领导人才下达了紧急指令 我国唯独第四次进入一级战位状态的情况 不同以往比较特殊 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悲痛的一年 因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一年逝世了 当时上到国家领导人 吓到百姓无不陷入了天塌了般巨大的悲痛中 除了伟大的毛主席 还有谁能带领中国继续前进下去呢 没有了毛主席的威慑 国内国外那些虎视眈眈的敌人 会不会趁机攻击中国呢 这些沉重的问题困扰着中央高层每一个人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内忧外患 中央在伟人逝世的当天 就立即下达了一级战位指令 北桶中唯一的安慰是 中国并没有面临新的危机 新中国早已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强大起来了 即使毛主席已经不在 但继承了伟人意志的中国 也绝不会被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欺负 1979年 中国在面临越南侵略我领土 伤害我公民的时候 第五次进入了一级战位状态 1996年 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 我国第六次进入了一级战位状态 而无论我国哪一次进入一级战位状态 只要仗打起来就一定会赢 从前的每一次会赢 今后的每一次仍然会赢 强大起来的中国永远会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来 中华民族是否能永远强大下去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 尽情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 再见咯